早前話 梁師傅 我以為你對武術有興趣 你對草藥也有認識嗎 不認識 那你就跟我上山嗎 雖然梁師傅不肯收我為徒 不過這段時間你教了我很多事 在我心目中 你早就已經是我師傅 一日為師 終身為父 其實我對你的尊敬 和對我爹一樣 梁師傅, 梁師傅上山採藥 我一定要在你身邊出一分力 想不到你的人真的這麼囂張 對了, 你真的對功夫這麼著迷嗎 不知道 不過我小時候 就已經對功夫有一種說不出的狂義 就像天生一樣 不過你別以為我什麼功夫都學 我覺得如果要拜師的 一定要拜一門, 圓門正宗 那你就是說功夫也有分好和壞的 當然了, 好像梁師傅的詠春拳 那就是好功夫了 走 走 走 找詞華 你知不知道這棵是什麼草 不知道 這棵就是斷腸草 斷腸草?有毒的 那你知道這棵草是屬於好草 還是壞草? 有毒的草當然是壞草 電腸草雖然有毒 但是它是用來 醫治毒瘡主要的藥癮 那就是說, 你說它是壞的, 還是好 看你怎麼用 沒錯, 早前說 其實武術也是一樣的 所謂是非善惡 根本跟武術沒有甚麼關係 最重要的就是那個武者的心性 如果他落在好人的手上 就會保衛國家行俠仗義 如果他落在壞人的手上 他無形中就變成殺人的利器 早前說 如果你想做一個 令人尊重你的武術家 那你就要修心養勝, 知道嗎 梁師傅, 我知道了 早前說, 今天真的辛苦你了 不用客氣 老爺, 你們回來了 對了 背著這麼大袋東西去哪裡 好, 我送貨去景星行 景星行, 很遠的 為何不找人幫忙 不用了, 只有這袋東西而已 蔡嫂, 景星行我才在哪裡 讓我來吧, 我幫你 那怎麼好意思麻煩你 給我吧 我在上海的時候 百多斤的銀元都是這樣揹 這十多斤東西沒問題的 讓我來 大前說, 那就麻煩你了 不用客氣, 那好吧, 我先走了 再見梁師傅, 再見財叔 這個年輕人的確不能說 對… 老爺, 財叔, 回來了 老爺, 財叔 麻煩你了 糟了 怎麼了?阿創 那袋貨裡有豬乾草和崩大碗 他們不可以放在一起 不, 我要教他們怎麼分手 阿創 讓我去追求阿爪前華 反正跟景星行的老闆 都很久沒見面了 讓我去探望他 老爺, 你剛好回來不累嗎 沒甚麼 你拿藥出去曬乾吧 我追上去 阿創 他為甚麼會背著這麼多錢上山 別管那麼多, 跟著他 好 阿創 為甚麼眨眼不見了他 是呀, 剛才明明見過走這條路 喂 你們找我 你們不是以為這袋是錢吧 想打劫我 送給你們 別管他, 先拿著 別打了, 別打了 不是吧 這麼快就打完了 走前華大哥 我們只是走投無路才會這麼做 請你高台貴手放我們一條山路 這次我就給你們一次機會 以後不要了 走 走 謝謝